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8月16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15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克林斯发出警告 指Delta变种病毒在全美快速扩散 导致新增病例大幅飙升 未来可能很快将会出现每天超过20万例的情况 此外,克林斯和佛奇都表示 政府正在为尽快补打加强剂而做准备 当天,克林斯在福克斯电视节目中表示 目前存在对疫苗效力可能开始减弱的担忧 因此,有可能需要接种加强剂 可能首先会从医务人员和护理院开始 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人群 例如优先接种疫苗的老人 当天,克林斯同时指出 随着Delta变种的快速扩散 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传播速度尤其快 美国未来几周 可能很快就会看到 日增新病例将超过20万 它将感染病例大增的原因 归咎于未接种疫苗的人 他指出 目前全美仍有9000万人没有接种疫苗 这些人对病毒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 他促请该群体立即接种疫苗 另外,克林斯还表示 目前的疫情正在急剧大幅上升 没有迹象显示 现在的情况已达到高峰期 并有所回落 据CDC的数据显示 现在因感染新冠而住院的病人中 30多岁的年轻人 在过去一个月中大增300% 全美新病例从7月5号以来 一直都在上升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 截至14号 过去7天平均新增病例 约为12.9万种 美国国土安全部 日前正在考虑将聘请私营公司 来追踪社交媒体上的 极端主义暴力信息 但此举在政府内部引发 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激烈争变 据消息透露 联邦部门认为 以往正是因为 对社交平台的重视不够 因此才会导致 1月6号的冲击国会事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该计划负责人 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科恩表示 该项目的关键在于 利用国安部资源 再结合外界公司的专业知识 以此来加强政府 对社交媒体上信息的分析能力 预计国安部将大幅扩展 关注范围 科恩透露 该计划将删查 大量的互联网数据 警方有人在网上策动攻击 到时候 无论是美国本土的 还是来自海外的信息 都将在监察范围 13号国安部曾发出恐怖警示公告 表示 社交媒体上暴力极端主义盛行的趋势 令人担忧 但目前政府只能追踪到公开信息 但收集社交媒体的信息能力有限 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 一般需要掌握证据 然后再申请许可令 才能深入分析网上的言论 其中有一家曾和国安部 有过接触的科技公司表示 根据现行法规 政府官员无法追踪 Telegram等加密社交媒体 但私人企业却可以做到 然后使用人工智能和真人分析 可以比政府更快的找到不当信息 一旦发现潜在威胁 公司将会和政府部门分享情报 然后做出迅速反应 消息人士表示 国安部已和数十家研究中心 和政府承包商讨论 话题均涉及保护公民权利 官方表示 行动不会针对个人 但会搜集暴力袭击阴谋的数据 同时判断俄罗斯等国家 是否参与其中 调查期间 信息将隐藏姓名 据悉 该计划仍引起国安部 和拜登政府内部的激变 反对者担心 政府过度干预民间活动 非盈利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表示 不支持政府 以防止骚乱重演为由 扩大对社交媒体的监控 13号 密西西比州共和党籍州长 瑞维斯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查看12岁以下的儿童 感染新冠病例的统计 可以发现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几乎没事 最多就像小感冒一样 然而就在记者会结束后 不到24小时 该州一名八年级的女学生 就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家住该州洛丽市的 一名八年级女孩 新冠检测呈阳性后 只有几个小时 便于14号不治身亡 报道指出 这位女孩11号还在学校上课 去年 该州州长瑞维斯规定 全州所有的公立学校 都必须要求到校的学生戴口罩 但今年她却不愿再颁布 类似的规定 据悉 女孩所在的史密斯郡学区 于今年6月宣布 允许学生和教职员工 在学校戴口罩 但却没有要求强制戴口罩 据媒体报道 开学之后 由于学生和教职人员 确诊案例不断增加 史密斯郡学区 已经要求到校的学生 必须佩戴口罩 12号 联邦人口普查局 就2020年的普查数据 又释放出部分内容 据初步数据分析显示 全国都市化程度 进一步提升 大都会的人口更多 小县城的人口在流失 人口增速最快的 都是大都市附近的城市 据普查局高级人口统计学家 派瑞介绍 根据最新出入的人口数据 结果显示 在全国 总体人口增长速度 降至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的人口分布 依然极不平均 大多数人口分布在东北区域 尤其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一带 加州早在上一次普查时 人口增长就已出现减缓 但人数仍在增长 而东北地区的人口 几乎已停止增长 密西西比州 西弗吉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等地 出现人口减少 他表示 近十年来的总体趋势是 都市化程度更高 都会区总人口增加了8.7% 微型城区增加0.8% 全国有52%的郡 都出现了人口减少 更多的人口搬到了都会区 小郡人口更少 大郡人口更多 只有少量的州 都会区和郡 还保值着快速增长 全国前十大城市的人口都在增加 史上第一次 前十个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百万 其中八个城市 都以历史最快速度在增长 而前十个城市中 增长最快的是凤凰城 增长速度已超过废城 而十大增长最快的城市 大多数都靠近大城市 例如加州的尔尔湾 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靠近洛杉矶 另外从族裔来看 白人仍是美国的最大族裔 拥有2亿3540多万人 西语裔或拉丁裔为6210多万 其他族裔的人口上升到4990多万 超过了非裔人口4690万 而亚裔人口则是2400万 纯白人的比例虽然略有下降 但混血白人族裔的人口大有增加 他表示 白人是大多数州最普遍的族裔 除了加州、华盛顿、夏威夷、 新墨西哥州和布德里格以外 在加州、西语裔或拉丁裔人口 在这次普查中 跃升为该州最多的族裔 占39.4% 其次是纯白人 占34.7% 纯亚裔占15.1% 夏威夷最多人口是纯亚裔 华盛顿最多的人口是非裔 占40.9% 新墨西哥和布德里格 也是西语裔或拉丁裔人口占多数 德州虽然是纯白人人口最多 占39.7% 但排在第二位的西语裔或拉丁裔人口 已经紧逼白人人口 占39.3% 双方的人数已非常接近 从10月1号起 拜登政府将永久提升粮食券的资助金额 增幅将创下历史记录 以疫情前 每人每月可领取121美元计算 补贴的差额将增加36美元 调升幅度高达27% 预计收益人数将达到4200万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农业部部长萨尔维克将在今天16号宣布 由于本次调整不需要国会批准 也和疫情期间的其他福利不同 因此落实过程不受党派纷争的影响 即便疫情结束后也不会终止 以往农业部在制定粮食券标准时 首先计算的是民众日常所需的营养 然后再考虑获取这些营养的最低成本 因此长期遭到外界批评 本次对计算方法做出改变 假设民众需要及时的冷冻蔬菜 带装沙拉 灌装豆类等食物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到了食材的新鲜度和种类变化 哈佛大学营养学系教授曼德表示 这次转变是政府对抗饥饿的重大措施 预计粮食券预算将从600亿美元增加到900亿之后 额外的三分之一开支将用于新加入计划的家庭 三分之二将用于提升原有家庭领取的福利 在农业部正式宣布措施前 共和党纷纷表示担忧 质疑此举将增加联邦的财政赤字 共和党已在上周向政府驱寒 问责办公室要求农业部检讨推行新政的依据 农业部部长萨尔维克回应称 这次调整严谨地参考了科学数据 部门将会很快公布结果 也会向国会议员解释细节 据悉在疫情爆发前 全美领取粮食券的人数从2013年的4700多万 一度降至2019年的3600万 政府的支出也因此减至600亿美元 但截至今年5月 领取粮食券的人数又回升到了4200万 政府的开支也再次飙升至近1000亿美元 据当地时间8月16号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确认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已占领总统府 据多家电视台画面显示 数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阿富汗总统府内走动 并坐在疑似总统加尼的位置上 据媒体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15号同意辞去总统职务后 已离开阿富汗 据塔利班发言人当天稍晚宣布 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首都喀布尔 15号晚上 塔利班发布消息称 他们已控制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 另外据美联社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的一名官员表示 塔利班将很快在总统府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此外部分塔利班武装人员在总统府对媒体表示 塔利班将对和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合作的阿富汗人实施大赦 据法刑社报道 16号美国官员指出 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今天已降下国旗 喀布尔使馆内的职员几乎已全部重新安置到机场 美国派遣600名军力前往机场 护送使馆人员及过去协助美军翻译等工作的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 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声明指出 接下来几天 我们将安排飞机撤离数以千计的旅居阿富汗的美国公民 以及美国使馆内的阿富汗籍人员和家属 据路透社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昨天重掌国家政权后 数以千计的人试图逃离阿富汗 导致首都喀布尔的机场陷入一片混乱 从今天开始商业航班全部取消 据目击者表示 在大批阿富汗人拥向机场 试图强行登机逃离首都时 至少已造成五人遇害 另一名目击者表示 他不清楚这些死者是死于枪下 还是因为踩踏而丧命 美国官员表示 负责接手机场安保的美军曾朝天鸣枪 以阻止数以百计的平民奔向停机坪 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群众失控了 朝天鸣枪只是为了缓解混乱的场面 在塔利班迅速掌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际 美国前总统川普昨天向拜登还话 呼吁现任总统拜登为此下台 川普在声明中说 拜登不光彩下台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让阿富汗演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另外川普也针对美国的新冠病例激增 以及国内移民 经济和能源政策等问题 对拜登提出了强烈抨击 川普一再抨击拜登的撤军行动 并称如果自己还是美国总统的话 情况将会大为不同 美国的撤军也会更为成功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拜登对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是个传奇 阿富汗将倒下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 对此拜登政府则迅速回应指出 是川普任内商定的杜哈协议 要美军撤离 国内大多数民众也赞成终止永无止尽的战争 据悉在一个月前 拜登才对阿富汗政府 可能将面临快速崩溃的疑虑进行淡化处理 如今美国正迫不及待地撤离事关人员 因此拜登在国内也一直面临猛烈批评 认为他对撤军行动处理不当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8月16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3750万7018例 累计死亡人数63万4770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是49607例 死亡208人 纽约州新增4038例 死亡22人 加州新增11383例 死亡25人 新泽西州新增1274例 死亡3人 德州新增5942例 死亡48人 滨州新增1351例 死亡0 佛州今天的数据没有更新 芝加哥今天的数据还是没有更新 长岛纳苏郡新增379例 死亡2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油管2频道 老油独报 列阶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